還有呢 就是 幾乎所有看到都在這張照片裡面了是吧 就是我們想像當中的印度就是像這樣 在座去過印度的有多少 也蠻多的耶 那你們去了以後還是這種感覺嗎 有沒有覺得去看了以後 跟去人之前跟去之後有什麼不一樣的想法 就是這些東西覺得不應該這麼貴的 為什麼這麼貴是吧 你覺得物價並有沒有比台北便宜 一般的物價 就 土地房子太貴了 實際上就算是到當地的這個買一杯咖啡 實際上價格也比台灣還要貴 吃一頓飯也比台灣還要貴 去住一個五星級的飯店住一個晚上也比台灣還要貴 所以在那樣的印象之下 我們一般對印度就是我們就算去了 也不太知道在看什麼 就是看不出一個門道 只覺得看起來就是很亂 那我覺得從過去這20年來 因為也有一些機會從工作然後從旅行 然後去了很多次以後 我也是從一開始完全只看到很多很多人 不知道在做什麼 我覺得慢慢的看到了一件事情 因為大概在20年前那時候當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在台灣的學生或從亞洲學生來說 通常都是我們要學管理要到哪裡學管理 要到哈佛去 然後就到這些長登騰的學府去念MBA 那等我在到美國的時候 我就發現哈佛有一群管理人才 他們全專門在研究印度的管理系統 那讓我就覺得非常的驚訝 那時候就有一本書叫做The India Way 那就是說印度是怎麼樣管理的 那一般我們會覺得印度哪有什麼管理 像我們一般常在Discovery頻道 也會看到像右邊的這個圖畫對不對 就是你說不管是搭這個大的卡車也好 還是在火車也好 是不是看到還有外掛式的 不然裡面啊外面啊 就是到時候坐滿人 你會覺得很亂 但是實際上 這個是不是一個巧合的結果 到底誰在裡面誰在外面 誰怎麼掛是掛一隻手掛兩隻手 是不是 我們是不是有道理 可能有道理 但是我們看得出來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後來我們發現 原來印度是一個亂中有序的國家 那證據是什麼呢 今年 有一個 從全世界紀錄最大的家族 有一個家庭 有181個人 我不知道各位覺得你家大不大 比起來不大吧 就一個丈夫 那因為 是一個伊斯蘭教徒 所以他可以一夫多妻子 那所以這個66歲的 這個Chana先生呢 他有39個太太 嚇死了 一個都管不好 對 好 然後91個子女 然後有33個孫兒孫女 還有很多還沒成年 所以還沒有生喔 不是說為什麼孫子生這麼少 他才66歲嘛 然後有14個媳婦 那所以 這麼多人 你說181個人 需不需要管理 一個家庭 那你說 上海人的印度家庭多不多 很多 那你說 你家裡人很多 都怎麼住 可能就是 每一個都是小家庭分開住 只有過年見一次對不對 那我們看印度的大家庭是什麼 住在一間房子裡 一棟四層樓的透天座 裡面有一百間房間 一百八十一個人通通住在這 一百個房間裡面 需不需要管理 每天是不是都像在經營一個旅館 那你說這裡面會不會有奧客 客人來了走了就算了 這些人一輩子都要住下來 會不會吵架 會不會有客訴 你說誰要住哪一個房間 住幾樓 那誰跟誰不合 會不會 一定會 所以我後來才發現 其實印度的所有的管理的精神 其實是他們 家庭的DNA 就是這個DNA是 他從小 每個人就要知道 在家庭裡面 可不可以有敵人 不行 有敵人 那一定沒有辦法活下去 所以你要跟你喜歡的不喜歡的人 都有辦法相處 而且在中間讓人多求生 而且最好是 你要讓一個一百八十一個 完全不同的人 你還能夠在一起做一些事情 那印度大部分的公司 其實是屬於家庭事業型的 好 那這邊我舉到一個例子 因為昨天我在說這件事情的時候啊 那那個Evnabsch他就說 他想到有一個例子 那我也想到 我們在 在Mumbai 在Mumbai的時候 我就看到 有一個制度 我不知道大家去有沒有注意到 如果你去觀光 絕對沒有注意到這件事 但這件事情每天在城市發生幾百萬次 那就是所謂的大爆發 那那是什麼呢 就是愛心便當 因為不像是我們在台灣的辦公室 是不是都還有微波爐 或者是還可以到小七去買個便當 就可以吃了 那在當地 因為沒有這些設施 沒有微波爐 沒有便利商店 所以中午呢 太太就要準備便當 送到兒子或者是丈夫的辦公室裡面去 那每一天有兩百多萬個便當 必須要送到該送的人手上 要怎麼送 那大家可以看到 他就必須要從 比如說這一棟裡面所有的人 這個住戶 這些媽媽 他們就每個人就把自己新手做的愛心便當 交給 交給這個一些小弟 這些小弟在通通集合 交給一個年紀比較大的 那比如說這上面就有一百多個便當 對不對 那是不是這一百多便當 都必須要送到不一樣的地方 在便當冷掉之前 你只有一個小時 黑貓有沒有辦法送到 送不到 那這裡面完全沒有標記喔 那所以也沒有簽收單 那但是他就這樣子 從一個接口到另外一個接口 從一個人轉到另外一個人 就是大家跟餐收了以後 給一個人集中 一個人集中到下一個集中以後 又重新就好像沒有物流有沒有 就是有到那個配貨站 然後就大家又各自又送到 所有兩百多萬個便當 在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都會送到正確的人手上 而且沒有任何標記 每一天一定都會送到 十二點的時候這個人一定會吃到愛心便當 而且飯菜還是熱的 那這個需不需要管理 但是這管理 是不是我們外表上面可以看得出來 外表只會看得出來 怎麼會這麼亂一堆像垃圾一樣的東西 那那個每一個都是便當 那如果有一個城市可以每一天在一個小時之內 在沒有任何物流 正式的物流的情況之下 可以送兩百多萬個便當 你說這個城市或這個國家力不厲害 其實很厲害 我就常常我們那個隨便記一本東西都會記不見 還要畫號 還要好幾天 那另外有一件 除了我說亂中有序之外 我覺得過去二十年 因為我發現我在旅行的時候 或者在海外工作 我會發現幾乎沒有一個國家 沒有看到很多很多的印度人 尤其在你最想不到的地方 那或者還有很多印度的元素 是你根本沒有想到跟印度有關的 比如說大家看到這張照片 大家會覺得這個很像中國的什麼 猴子 中國的猴子 孫悟空 大家會覺得孫悟空這不是 中國的傳統文化嗎 其實孫悟空就是印度的摩來品 從小到大 我們所謂的齊天大聖 其實就是印度傳說裡面的 這個哈努曼 這個印度教的神職之一 那所以在印度人多的地方 你就會看到有這個侯廟 那這個侯廟不需要在印度看 比如說我這個照片總拍的地方 是在加勒比海的Trinatha這個島上 這個島上面有將近百分之五六十的人口 是印度人 所以在這個地方會有一個印度 本土以外最大的侯廟的雕像 也不奇怪 但是對於其他所有外國人來的人 都完全不曉得這是什麼 怎麼會在一個西方看到一個這麼大的雕像 那這點可以證明 其實印度人其實是無處不在的 那我還記得我大學的時候 我到印度 沒有到印度念書講錯了 我到埃及去念書 那當時在埃及的亞洲人非常非常的少 那對我最好的一個家庭 幾乎把我當作自己他們的孩子看待 就是一個印度家庭 那這個印度家庭住在埃及已經三代了 那因為我們的年紀一樣 然後念的也一樣 然後我們非常的合 那他後來因為出意外 開車去世了 然後他媽媽還特地打電話告訴我 那對於他的這個經驗 讓我就是他告訴我一件事情 在我念大學的時候 讓我對印度人的想法完全不一樣 他說 我說你在第三代又住在埃及好酷喔 你一定去過很多地方 他說沒有 為什麼呢 他說因為我們印度人是沒有理由是不去旅行的 像大家都四天三夜可能就會報名去參加什麼 日本一下上風啊 然後一下去韓國滑雪啊 或者是有大腸筋的那種 現在已經不太流行了 就是有那種主題旅行對不對 那所以會為玩呢 會為去玩而玩 為旅行而旅行 對我們來說是一件很普通的事 但是對於印度人來說 他如果沒有正好沿路去做個什麼投資買賣 有什麼理由去旅行的話 他不會為了玩去玩的 我們再回想大家那張照片 你如果要去玩 你有辦法一百八十一個人大家都去玩嗎 這個 那要包機了是嗎 那或者每次到一個地方每次要合照 每次大家排好就要一個小時了 那都沒有辦法 一天都沒有辦法去幾個地方 所以在那樣的經驗裡面 我就發現其實 印度人他非常非常的勤奮 而且他對於這個成本觀念 那種損益分析 分析得非常清楚 他會分析到說 啊原來旅行是沒有必要的 所以到現在 其實到這幾年 才真的有印度人為了旅行而旅行 但是那個數目還是非常非常的少 那剛才我們已經舉了那個送電單的例子 那我再舉一個在海外看到的 印度人 他們所建立起來的模式 我覺得很厲害的一點 就是在我所看到的我所經驗的 就是即使是一家的小店 所謂的 在英文裡面說的 就是非常小的獨立的商店 在台灣要撐起來都是非常辛苦的事 但是每一個印度家庭所經營的 這種小小的家庭的小店 他都有辦法把它做成全球化 要怎麼做 那這是大家在座去過曼谷的舉手